針對臺鐵太魯閣號事故的調查 隨著關鍵事證一一曝光 真相是越來越明朗了 越安慧已經找到了關鍵的工程車 第二張行車記錄器的晶片 包括了音檔和影片 也證實了現場有李逸祥 和另外一名助理駕駛 因為怪手操作不當 讓工程車滑落軌道 而臺鐵清查了全臺的邊坡改善工程 發現施工中有十件 有三處都是在邊坡的上方 有重型機具入侵的風險 已經暫時停工 工程車操作不當 先卡在樹桶對不對 沒有錯 釐清太魯閣號的事故真相 又有關鍵新事證出現 運安會從受損最嚴重的第八截車廂中 找到工程車上第二張行車記錄器晶片 證實現場不但有怪手 有工程車 還不止李逸祥一個人 這關鍵的錄音檔和影片聽到工程車駕駛 李逸祥和另一名助理駕駛 兩人短暫對話幾十秒 關鍵就在討論如何用怪手 將卡進草叢的工程車拉回來 卻因為操作不當 讓工程車滑落到鐵軌上 包括怪手的吊帶等證物在內 運安會主委楊洪志證實 所有細節都已經掌握 立委也拿出工程合約 質疑易祥工業社只是提供機具的包商 李逸祥卻以工地主任的名義 指手遮天跑進工地裡 事發後台鐵也清查 全台的邊坡改善工程 正在施工的實踐當中 有三處發現重型機具入侵的疑慮 已經暫停施工 從事故工程到關鍵事證 究竟還有多少人禍 還有得查 華視新聞雷仙黃建英 翁前黃 台北報導